把這一個ZIP檔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直接把它點開 把它點開 然後它不需要安裝 直接把它點開之後找到一個檔案叫做 Hypersnap 5 的執行檔 它有一個照相機的圖示 另外一個照相機圖示這個是oninstall就是把它移除的 不是這一個 注意重點是這個 長得像照相機上面有一個黃色的閃光燈 然後把它點兩下打開 打開之後呢 按這個 擷取區域這個按鈕點一下 然後它就可以 按一下 然後拉到你要的區域再按一下 它就可以把這張圖拍下來 然後圖拍下來之後呢我們可以做標註 比如說我用箭頭指向這個東西 好然後我就可以寫文字 按這個A 然後把框選我要寫字的區塊 好在這邊 然後就開始寫字 按確定 好字體就出現了 那 假設這個區域框框還存在的時候你可以再點兩下 繼續編輯 比如說我要改字形的大小 改大一點 確定 或者是改字體的顏色 或者是它的外框 外框目前是透明的 那如果把它改成 有顏色的外框會變這樣子 比如說黃色 好 會變這樣 按確定 我就會變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都會選透明比較方便 透明 有時候透明這個按鈕會失效 要多按幾次 或者是軟體重開 確定 好 變透明 那這邊有一些方框可以做 比如說 我特別要指明這個 或者是 這樣的方式都可以 那這是顏色的選擇 框框顏色的選擇 比如說綠色 好 然後 大部分會用到這幾個功能最簡單的 其他的我也很少用 然後我們就把它按存檔 另存型檔 那如果是電腦螢幕的話 我們一律把它存成 GIF檔 檔案會比較小 那 那 如果是 照片的話 因為照片顏色比較多 我們就要把它存成 JPG檔 那你也可以不管它啦 全部 全部都把它存成 GIF檔就好了 這樣比較好記 全部都把它存GIF檔就好了 好 然後按存檔 已經有讓照片了 我改一下名字 圖片3好了 圖片3好了 存檔 好 圖片3在這裡 OK 好 這就是剛剛我們 剛剛拍圖的畫面 圖片 這個圖片就可以直接拉到LINE裡面了